hello 大家好视频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荔枝佳节 这种是 佳节是最好的 就是这种粗度 荔枝如果是这种粗度是最好的 大概现在佳节到年底的时候 基本上就可以一合很好了 比较抗风啊 这种枝条佳节的话 轻盒性也是比较好的 起码比那种 拇指大的那种小子 轻盒性更好 更强 这种也是更抗风 更好 建议的话 如果你有这种枝条佳节是最好的 如果你是那种大树的话 就比较抗风可能差一点 如果你不着急 你就寄到这 现在寄应该到明年 这个时候应该有这么粗就可以 价节就轻盒性特别好 但是呢 咱们也不要等到明年嘛 咱们记下来直接挑笔价节也可以了 这些是那些大树 如果你是有这种枝条就最好了 这种大树呢 就是三个手指出这种 也要放这个倒水枝 大家看到没有 那一条在树的旁边放了那一根包起来 那一根就是倒水枝 这种小枝结一根就好了 那不要放两个结水 放一个结水好 它成活力是比较高的这种 而且它抑额程度比较好 比较抗风 轻盒性也比较强 反正众过起来就是表现是最好的 就是这种 这种枝条 这种粗度 如果没有的话 就只能像我们旁边那种大树的 大树那边 挑笔价节了 咱们挑笔的时候也要把那些老皮先削一下 后面咱再挑 挑的长度大概是2.5厘米到3厘米之间 要挑长一点 这样我们接税削的时候也要 2.5厘米到3厘米之间 这样接触的面积比较大 接触面积大的话 它异合程度啊 它那个比较牢固 接触面积也比较多 然后它就会比较容易成活 成活力可能会高很多的 如果你是太短了 不建议 一定要长一点 如果你嫁接的时候特别多 手比较疼的话 你就可以像这个阿姨一样 他拿一些这种 记下来这种木头 我直接帮忙敲 但是呢 我们按接税的那个粗度来挑啊 你接税有多粗 然后你挑笔也有多粗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